据报道,胖达人风波才稍稍平息,现在小S一家人却又有上新争议。 近日,台北市卫生局接获检举,指出小S老公徐亚军月出致电医院,要求伪造父亲许庆祥心脏不适的假病例。 消息一出遭到医院否认,说绝无制作假病例,也未开立诊断证明书。 据报道,徐亚军要求博人医院院长王健哲儿子编造许庆祥心脏不适的假病例,以便上法院时能向法官博取同情。 台北市卫生局14日派人调阅病例。